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你把它记下来 然后可以来信向我索取 记住了 这份小册子叫圣经自修课程 圣经自修课程 希望你记住了 好 今天我们一讲的主题仍然是圣洁的外在体现 这个题目是我们追求圣洁这个大主题的第五讲了 首先我们温习一下上次节目时间里头所讲的一些内容 一些主要内容啊 这一讲的一开始我们就说到 在这个系列的第四讲当中 我们尽力的去尝试去描绘了神的圣洁 那么在第五讲呢 圣洁的外在体现 那就是把它复制于实践 我们说作为基督徒啊 如果我们没有异象 就会一日复一日的 漫无目的的 过一种什么呢 混日子的生活 在西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四节那说 你们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那这里的你们这两个字 就包括了你和我了 所谓追求呢 就表示我们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啊 甚至是代价 我们怎么样去追求圣洁呢 我们必须要有意向 追求就表示 你得付出额外的努力 否则的话 你是得不到它的 那接着我们说到第一步了 第一步就是不与罪妥协 我们的结论就是 神所喜爱的 是内力诚实 神要求我们诚实 对待我们自己的内在生活 外在美 没什么不好的啊 但是外在美 不能够代替 内在真实的实情哦 好 现在我想跟你提出 四到五种 我们需要正式的罪 我准备把他们指出来 我曾经说过了 那不要把罪称为是问题 耶稣的保险是不接近问题的 他只接近罪 你不是有问题 而是有罪 罪的唯一的就要 已经列在圣经里头了 那我要跟你指出 第一件罪是虐待孩子 这在今天世界是很普遍的了 可能是性虐待 或者口头 或者心理上的虐待都有的 那另外还有破裂的婚姻 婚姻是一夫一妻之咯 不容第三者插进来的 性诱惑是很真实的 也很不容易战胜的 还有另外一种诱惑 那是基督教施工也经常经历的 就是滥用资金 也就是说管理钱财的问题了 有时候在里面有空子可专的 比如说有人假公祭司 或者是在用钱的时候 公司混在一起 一时叫人很难说出你是对 或者错来 但是神记得这样是最严格的 你应当要考虑 我在处理金钱的事上面 是不是完全正直诚实呢 好了 还有另外一种罪 在教会侍奉主的人当中啊 甚至是很普遍存在的 那就是迷恋色情的书报 或者是隐阴的一些器材 有一个弟兄啊 曾经向我认过这个罪 他说啊 哎呀 我到外出公干的时候啊 因为他是经常出差到海外去的 他说 我不敢直接去看这黄色的电影 但是在凌晨两点钟 色情的鬼啊 会把我叫醒 就吹逼我去看 他的意思就是说啊 在外国 在海外 酒店 住在那个酒店啊 半夜的可以看电视的 有色情片的 但是感谢主啊 这位弟兄啊 借着认罪悔改 很奇妙的 他得到了释放 关键就是认罪悔改 那传道人最普遍的另外一种罪呢 是贪食了 贪食 过于沉迷饮食啊 圣灵果子当中就有一种果子叫节制 节制跟放纵 或者是纵容啊 是背道而斥的 只可取其一 神多年来一个接档 一个接档对付我这个问题啊 现在我跟十几年前是大不一样了 现在一旦有什么吃的机会啊 我都向自己说啊 啊 这对我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问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的身体是圣灵的垫啊 我没有权把它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啊 都吃进身体里头去啊 伤害自己的身体啊 我没有权利以自我放纵的去损害这个垫啊 此外 没有节制的吃啊 也许迟早会是你生定的 这就是我列出的五大罪了 我们把它摆出来看一看 第一 虐待孩子 性方面的或者身体上的感情上的虐待他们 第二 破裂的婚姻 第三 错误的处理钱财 第四 色情的罪 第五 贪食 那么我们该怎么对付这些呢 那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承认他们 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经文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这个地方有一个弱字 也就是如果的意思了啊 那么如果我们做了什么 就要承认咯 有时候承认就好像是把瓶塞给拉出来一样的 会释放出各种东西来的 我们把各种东西都塞在里头了 为了使外表一切都好看啊 因此我们不愿意把这个瓶塞给扒出来 但是如果我们不承认 神是不会赦免我们的罪的 然后在同一章 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七节 又是一个如果 那显然呢 两个都是带来条件的句子了 经文说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在希腊原文 这两节经文中的动词啊 都是不断进行了动作了 那不是单一次的经历啊 所以这节经文的含义就是 我们如果不断的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不断的彼此相交 神儿子耶稣的血 也不断的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那这不是说 只一次的运用神的宝血 而是要不断的受宝血的保护 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 我们就彼此相交 那你在光明中行的第一个证据 是你与信徒的彼此相交 任何没有跟其他信徒相交的人呢 就不在光明中了 那既然这样的话 在黑暗中看不见罪 就看不见有被捷径的需要咯 好了另外一点 那就是保险不断的捷径我们 昨天受了捷径 就不等于今天也就够咯 我们必须在光明中行啊 我们在光明中行的主要证据 那就是我们与信徒彼此相交 那么第二个结果就是 我们不断的受耶稣基督保血的捷径 因此求保血捷径 是有条件的啊 光提保血并不够啊 而要符合使用或者运用 耶稣保血所需要的条件呢 那么光明又是什么呢 在诗篇119篇105节当中 有一个很简单的圣经的答案 世人是在对主说话 他说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很显然了 当我们走在光明中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灯和光 那就是主的话语 也就是说 行在光明中就等于顺服圣经 那是我们可以不断支取 耶稣基督保血捷径的 唯一的条件 你必须过一种公义的生活 那是根本 那公义就是靠着 耶稣保血捷径我们的罪 我们怎么样行在光明中呢 好 我们来看看 彼得后书第一章三到四节 那经文这么说的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 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 和美德照我们的主 因此 他已将又宝贵 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 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可见呢 神的预备是在他的应许里面的 是他话语的应许 借着应许 我们就可以与神的性情有份了 哎呀 这实在是很令人震惊的一段话 不过 这是圣经上所说的 那我相信 但是我们得行在神的话语的光中 我们必须顺服神的话语 不能够选自己路 或者是偏行己路 或者我行我素 而是要顺服神的话语 没有别的道路 圣经就是生命之路 是黑暗地方的光 那么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 十九节彼得说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 如同灯照在暗处 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 只等到天发亮 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 才是好的 可见是借着圣经的应许啊 我们才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的 并且能够脱离世上 从情欲来的败坏 这就跟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相交 走在光明中 宝血就接近我们 是同样的道理了 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圣经的 我们怎么样躲避受蒙骗 是借着记录下来的神的话语 那就是圣经啊 圣经绝对是神的话语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与教训督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艺 都是有益的 当外面的人来说预言啊 或者说许多不同的事的时候 你在接受之前呢 那就要查核一下圣经了 神赐给我们圣经 就是怜悯我们啊 神说过的事虽然不是全部都记载在圣经里头了 但是我们真的需要知道的是 他已经都记载在圣经里头了 好我们再回头来强调我们已经说过的话 那就是圣洁不是可有可无的 得救的人不可能不追求圣洁 好我们来从三处经文当中看看圣经对圣洁的重要性的强调 第一处的经文我们已经看过了 那不过我们再看一遍 那就是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四节 经文说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诸 这是很明显的强调了 然后是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十三到十九节 那很多人误用了 尽管不是有意的误用耶稣的宝血 他们说啊 哦我已经被宝血救赎了 我很安全了 那不是圣经所说的话呀 特别是许多基督徒不喜欢强调敬畏主的讲章啊 他们会说啊 哎呀弟兄啊 我已经得救了 不再需要畏惧什么了 我已经很安全了 那可不是新约所说的 好 我们来看看彼得前书 第一章十三到十九节 经文这么说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 谨慎自首 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 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 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因为经上记者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 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 就当存敬畏的心 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知道你们得救赎 脱去你们祖宗 所传流虚妄的行为 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 那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如同无瑕疵 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好了 我们被耶稣的宝血救赎的事实 那并不代表我们不再需要敬畏主了 对不对 相反呢 别的说啊 知道你们得赎 就当存敬畏的心哦 所以那是福音信息的一部分 那最后我们来看看 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的最后两节经文 也就是哥林多后书六章 十七到十八节 那这是引用旧约的一段话 十七节经文说 又说你们物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我就收纳你们 注意了 你需要根据上下文来看这些经文了 因为好多人都滥用了 从他们中间出来这句话 这里上下文说明 从他们中间出来是指那些拜偶像 向鬼魔献祭的人 他们不是与你相同的信徒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 又说 你们物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我就收纳里面 你知道你可以在思念当中 沾不洁净的物吗 思念 是一种结出事物的方式 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八节 接着说了 我要做你们的父 你们要做我的儿女 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接着保罗又说 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的七章第一节了 他说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就有这等应许 就当洁净自己 除去身体 灵魂 一切的污秽 敬畏神 得以成圣 当保罗说 就当洁净自己 他没有把自己出外 有时候人们以为 使徒保罗是那么的完美了 他从来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那是不对的 保罗是邀请我们和他一起来 洁净自己 除去身体 灵魂 一切的污秽 敬畏神 得以成圣啊 圣洁不是一种选择 而是一种要求 光认为圣洁是一种选择的话 这在某种程度上的时候是 侮辱了神啊 是假传神的形象了 因为圣经上说啊 主是圣洁的 也许我们现在花点时间来考虑一下 我们所谈的 因为那是会影响我们的生命的 好 我们回到第一个基本的步骤 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 承认罪是要向神承认的 并且要向你得罪过的人 要认罪 如果你对某个人犯了罪 你有义务要跟这个人重归于好 那么首先要向他认罪啊 才能重归于好啊 无论怎么艰难 也要尝试吧 并且在导国当中要交托 牧师和教会领袖 对会众当中发生的事要负责任的 对我们当中发生的鬼魔的干扰啊 我们要识别并且保护自己的羊 免受蒙骗 不要任凭他们控制了这些人 否则的话 纷争就会越来越频繁了 认罪是第一步 你应当分别的向主认罪 我也要借着这个机会 为听众朋友做一个宣告 父啊 我为现在听这个节目的朋友感谢你 他们来听这个信息并不是偶然的 都是受你的带领的 我现在求你借着你的圣灵 跟我们每一位听众说话 凡还没有承认罪的 掩盖的罪 求你使我们能够意识到 给我们恩典悔改认识自己的罪 有些人多年来受重担压抑 求圣灵带走那些重担 打破捆绑 我们敬拜你 感谢你 主啊 我们实在是感谢你 阿们 好 有关追求圣灵的第五讲 就告一段了 那接着下来 我们要进入第六讲了 第六讲的题目是 神管教的目的 神管教的目的 那我们会很简单的宣告一下 这是很有力的宣告 这一段宣告是取自 真言书的十九章二十三节 经文说 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 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 谁能够谢绝这么好的事呢 但有不少的基督徒 却害怕敬畏神了 我也邀请你跟我再说一遍 好不好 就是刚才的经文 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 他必恒久知足不遭祸患 我刚才说了 接着下来我们的主题就是 神管教的目的 我们要先来看看 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当中的几节经文 作为引言 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四节 我们先看五到九节 经文说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 说我儿 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 但你们如同带儿子 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管教原是众子所供授的 你们若不授管教就是私子 不是儿子了 再者 我们曾有深生的父管教我们 我们尚且敬重他 可况万灵的父 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 好了 我们就暂时停在这儿 说一声 那就是生命的关键 顺服万灵的父 如果你不顺服在神的主权底下 你就不能真正的认识神 想要让你认识的生命了 好 我给你再读紧接下来的一段经文 也就是希伯来书的十二章 九到十节了 经文说 再者 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 我们尚且敬重他 何况万灵的父 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 深深的父都是战随几亿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 我们留意 管教使人归正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使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 不少的基督徒信主十五二十年咯 他们的态度就是 哦 神不再需要我什么更正了 也就是说 我不需要改正什么了 其实神要一直的更正我们呢 知道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 那才是最终的目的 只要那个目的没有达到的话 我们就要服于管教 要不断的被神更正啊 有些弟兄姐妹受神管教 却不承认哦 因为在他们所领受的教育当中啊 没有这回事 那是很大的悲剧啊 他们不服于神的管教 好我们再继续看西伯来书的十二章十一节 经文说 反管教的是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愁苦 后来 却为那经练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 这里的练这个字啊 在原文西腊文指的是体育训练 你经了一段体育训练的过程 那就是管教的意思了 它就意味着 你的身体不愿做的事 这就意味着 要忍受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啊 但是目的是你可以与神的圣洁有份 那是与人为的 教条式的圣洁是没有关系的 我已经指出过了 神圣洁不是因为他遵守一套什么规条 守规条并不能够使你圣洁的 即使最好的规条也不能 你也许需要服从规条 但是那不能使你成为圣洁 好我们再看西伯来书的十二章 十二到十四节 那经文这么说了 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挺起来 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 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全欲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哎呀你想一想 或者说你看一看吧 现代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很少人 很少人在讲论或者追求圣洁 但是很多人呢 倒是在追求恩赐啊 却没有注重果子是管教的必要 恩赐是不能够取代果子的 耶稣说了 凭着他们的果子 我们就能够知道他们 不是凭着他们的恩赐啊 注意了没有啊 耶稣说是凭着果子就能知道他 而不是凭他的恩赐知道他 其实啊主是在斥责那些 做了不法的事 却在操练属灵恩赐的人咯 那今天这个世界也有这一类的人 他们做不法的事 立自己的规条 自己的标准 不服从任何的人 他们呢却在操练属灵的恩赐哦 不错 这是完全可能的 恩赐是神所赐下的礼物啊 虽然得着恩赐的人 在其他方面犯了错 做了弊 但是神并不一定因此就收回所赐下的恩赐的 恩赐不是有条件的贷款啊 我们需要对如何使用他要负上责任的 但是他们仍然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可以使用 可以不使用 或者把它丢在一旁 也或者我们可以误用了这些恩赐 但是恩赐是礼物啊 礼物仍然是我们的 但是我们怎么样对待恩赐呢 那是要向神做交代的 神要不要收回所赐下的恩赐 那是神自己的主权 但是我们不好好地运用恩赐的话 就可以肯定说 不会再多得到神的恩赐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那下一讲我们继续来讲一讲 追求圣洁的第六讲 也就是神管教的目的 欢迎你按时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